观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1年1月26日 欢迎收看亚洲新闻 我是主播王荣升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关于亚洲的时事新闻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马上带您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美军全力转向大国角力 对着中国 美国华尔街日报周日报道 经过近20年将焦点集中在 中东和阿富汗的战事后 美国国防部将焦点转向大国角力 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 崛起带来的挑战 不过基于受到财政资源 紧促和联方设计的问题影响 美军正陆续改装 在1940年代设计的 长城重型轰炸机B-52 预计在未来的30年 将要继续移众它作为震慑核心 这意味着部分的轰炸机 预计到90机灵仍要服役 美军部署惹来了 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的疑虑 但有军事专家就认为并无不妥 关键在于如何将新技术和能力 融入B-52 B-52于1948年 由美国波音公司设计 有同温层堡垒之称 四年后首次飞行 1962年停产期间 共生产了744架 B-52以正设敌国为设计理念 但在有需要时 亦可参与战事甚至核战 B-52经历过冷战时期的美苏较劲 曾参与多场的大战 近年来美军则多次派出 进入中国航空识别区 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空军的长眼计划 是让现实76架的B-52 继续服役到最少2050年 B-52的远程打击能力 也是被军方看重的原因之一 空军参谋长布朗就形容 B-52的设计就像老爷户车般硬镜 但挑战是美军现实拥有这么一个平台 要如何将新技术和能力 融入B-52 B-52现实仍在使用很多旧式装备 很多零部件 如耗油量甚高的引擎 早已经停产 因此空军正陆续为他们改装 除了保留外壳之外 里面的旧式无线电 模拟仪器操纵和武器舱 都被改装成为新型设计 另外武器舱也会改装以增加 搭载精准导弹 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 美军一众有半世纪历史的老爷轰炸机 也与多年来军方研发替代品 持续促交有关 国防部内部对新一代战机 一直不同意见 前防长盖茨就曾担心 空军的轰炸机蓝图开支太高 于2009年将建议报告打回头 并要求空军沿用现有的可行技术 美国空军去年提出 要有最少220架的轰炸机服役 远多于现实的158架 而随着大部分战机将在未来30年逐步退役 B-52预计将成为轰炸机队核心组成部分 那就美国国防部将焦点转向大国角力 军事评论员黄东佐表示 自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国力上升缓慢 他不认为俄罗斯的军事潜力 是美国未来的最大威胁 中国才是威胁所在 他指中国近年在军事上快速冒起 不断加强军备和高科技投资 增加美国的压力和疑虑 那在两国未建立互信下 美国加强军备已应对中国军事挑战 形成了新冷战关系 各种尖端的武器军备 竞赛已经开始 换个焦点 中国在南海建造海上石油钻井平台 那根据中国国内媒体1月18日的报道 中国花了21个月建造的海上钻井平台 将在距离中国150公里的 零水17二汽田开始工作 该汽田是中国第一个在海上深水汽田 有五个其他国家都宣称 对这片海域拥有主权 观察人士就相信 中国当局计划在充满争议的 南中国海生水油田海域建造 第一座中国自主生产的 半潜式石油钻井平台 那以向竞争对手 展示中国为能源安全 和扩大政治影响力的决心 尽管计划中的钻井点 在属于中国的专属经济区 370公里的海域之内 但北京对新钻台的大量报道 是为了向其他主权深属国 和北京的超级竞争对手 华盛顿显示 中国在保障国内燃料方面 能走多远 位于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 政治与国际研究院 资深副教授纳吉认为 中国可能会将海上 赚井平台放在有争议的水域 然后观察几天 直到有人生气为止 中国以此进一步加强了 对南中国海主权声索 以及其他对中国施加压力 或至少认为中国不拥有 对该地区主权的国家 位于夏威夷的Daniel K. Enoyer 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 亚历山大 吴翁就表示 越南所声称的海域范围 最接近中国的汽田 如果赚井平台不破建 河内当局就不太可能提出抗议 但在2014年 一台位于争议水域的中国赚井平台 造成越南船只的碰撞 随即引发了越南国内反华烧乱 并导致民众死亡 吴翁就表示类似的事件有可能会重演 他也说中国的自信已成为一种新常态 如果中国正想要在该区域平息争议 那他们可能会更加谨慎 但10年以来 中国飞弹表现得非常有自信 甚至还具有侵略性 中国环球电视网报道说 由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营运的 这台海上钻井平台重达5万吨 令人印象深刻 而中国国营的中国日报新闻网站则称 该平台是世界上最重的 半潜式深海石油生产和储存平台 该平台拥有三项世界级创新 和13种国内先进技术 两家新闻媒体均以英文出版 那以向面对中国以外的读者 马尼拉的亚太进步之路基金会 研究员亚伦·拉贝纳表示 这样的措辞 表明中国希望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 即该平台可以帮助他获得所需的燃料 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 需要石油和天然气来进行制造及生产 那拉贝纳就表示 也许这是中国向世人展示自己 想解决他们的能源安全问题 并且最大化获取资源的方式 而兰德公司出版的 《中国寻求能源安全说》 自1993年以来 中国一直是石油禁禁苦国 那其最终目标是通过在国外寻找燃料 开发天然气和扩大中东的炼油厂 来缓解对战略脆弱性的恐惧 分析人士就说 超大型的钻碳装置 可能也会增加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 因为它会使得 其他国家与中国联合勘探海底资源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 也在2019年的一边报道中表示 开发本土平台可能会再次引发 关于南海联合汽油勘探的讨论 学者们就说 与其他该海域主权深所国共同开发 将有助于建立政治关系 纳吉则认为 其他国家则怀疑 中国会利用任何联合交易 从有争议的水域继续向外开阔 而美国能源情报署估计 南海地区拥有约110亿桶石油 和190万亿立方因此的天然气 换个焦点 约共十三大开跑选出新领导班子 制定五年政策 那越南共产党于周一召开 一连九天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届时将迎来近1600名党代表出席 选出新领导的班子 以及制定未来五年国家政策 约共十三大先选出 由20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接着由中央委员会投票 选出14至19名的政治局委员 而政治局委员将提名政坛未来五年的四大支柱 那包括越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 总理和国会主席 最后由中央委员会投票 批准有关人选 路透社就估计 四大支柱人选为 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 阮福仲 那现任总理阮春福 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范明正 以及现任核内市委书记 王廷慧 那越南迄今已有效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经济有望快速的服输 那约共新一届的领导城将要继续在中美之间 寻求经济和地缘政治平衡 此外越南的人权状况也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再来我们把焦点转向中印 那中国印度举行第九轮会谈 内容积极 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 中国国防部昨晚发布与印度会谈后联合新闻稿 表示双方在就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脱离接触问题 坦诚深入交换一件 中印双方在刚结束的第九轮军长集会谈中 同意尽早推动一线部队脱离接触 专家就认为 此次的联合新闻稿的内容中 积极信号增多 双方愿意通过会谈进一步缩小分歧 那英方少了冒进 多了理性 双方均认为本轮的会谈 积极务实且具有建设性 进一步的增加了双方互信和相互理解 双方同意尽早推动一线部队脱离接触 继续保持对话谈判势头 尽快举行第十轮军长集会谈 共同努力推动降温缓局 双方同意继续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一线部队保持克制 稳控西段边境时控线地区的局势 共同维护和平与安宁 那信都斯坦时报等印度媒体 则报道称 此次的第九轮会谈 由印度第十四兵团司令梅农 和中国南疆军区司令员 柳林率领代表团举行 会议持续了16个小时 印度要求中国在位于中印边境地区 东部的所有对此地点完全撤离 并将局势降温 那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 前锋就表示 从双方此次发表的联合新闻稿看 虽然基本措辞与前几次变化不大 继续延续了缓和务实的语调 再度确认了双方愿意结果为导向 实现一线部队脱离接触的共同目标 而值得关注的是第九轮的新闻稿中 首次出现了继续保持对话谈判势头的这一微妙表述 这表明双方虽未达成突破性成果 但现场会谈气氛不错 因此不难看出双方虽在实控线认知上存在不小的分歧 但愿意通过会谈进一步缩小差距 首先实现脱离接触 然后促使局势降温缓局 而另外有相关分析人士则表示 相比前几轮此次的联合新闻稿的内容中 积极信号增多了 接着我们把焦点转向北韩 金正恩金库前主任女婿 那柳贤宇投奔南韩 南韩传媒周一报道 北韩驻科威特前临时代办 柳贤宇两年前辩解投奔南韩 现实正在南韩生活 她是北韩领袖金正恩秘密金库 劳动党39号办公室前主任 全日村的女婿 那根据南韩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柳贤宇于2019年9月 抵达南韩申请庇护 入境南韩登记户口时 可能改为宪明 那该报引述 柳贤宇决定辩解 因为柳贤宇希望孩子有一个 更美好的将来 消息就指出 联合国安理会于2017年9月 通过制裁北韩的决议案后 当时的北韩驻科威特大使 徐昌直被驱逐出境 由原市使馆参战的 柳贤宇代行大使职责 柳贤宇其后协同家人 投奔南韩 那据悉 柳贤宇的岳父全日村 专责管理北韩领袖的 统治资金 旗下有北韩各大 增容机构和骨干企业 包括高利银行 而且拒报负责 创汇工作 那涉嫌制作面值100美元的 超精密伪造美元 在柳贤宇便捷之前两个月 北韩驻意大力 属里大使曹成吉也投奔了南韩 2016年投奔南韩 现任南韩反对党国会议员的 北韩驻伦敦前副大使 泰旧明 形容柳贤宇是北韩的核心精英成员 他说不管你在北韩的生活有多尊贵 但只要你去了外国 你的思想便会改变 从而有比较 欧盟在2010年12月 以协助北韩研制核武器和弹道导弹为由 将全日春列入个人制裁黑名单后 全日春不再适合管钱 在17年被撤换 韩联社就称 国际社会加强对潮的制裁 北韩财政抓金见轴 难以照顾到驻外使馆的生计 曾经从事贸易等创会工作的外交官 还担心经济问题遭受牢狱之灾 与其冒险回国不如流亡 为子女前途考虑铤而走险的 北韩外交官也不在少数 而柳贤宇就属于这一类 再来中国新西兰周二签署 升级版自由贸易协定 新加坡找报引述消息人士指出 经过多年的谈判之后 中国和新西兰的自由贸易协定 升级版将于周二正式签署 此前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于2019年11月宣布达成协议 根据路透社报道 新西兰曾表示 升级后的协议将使新西兰 更容易向中国出口 并为新西兰出口减少合规成本 在去年11月达成协议后 新西兰贸易部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 此次的升级将确保新西兰 对中国的几乎所有木材和纸张贸易 在未来十年将享有儒惠准入 中国现在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每年双边贸易额超过300亿新西兰元 两国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升级该协议 新闻的最后 我们把焦点转向泰国普吉岛 普吉岛说春节期间放松封锁措施 吸引游客 泰国普吉岛政府近日表示 由于自新一波疫情爆发以来 普吉岛已连续29天没有报告新病例 因此传染病委员会已经批准放松封锁措施 来自其他省份的旅客 不需要用他们的身份证扫描进入普吉岛 但他们仍然需要接受温度检测 而来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心 认定为红色区域的28个省份的人 在进入普吉岛之前 不需要接受14天的强制隔离 而据悉 放松封锁措施的目的是 帮助整新主要依赖旅游业的普吉岛经济 随着中国春节临近 希望能够重新吸引一些游客 帮助酒店企业和相关行业的人士 重新站稳脚跟 根据普吉岛的政府表示 卫生部宣布的其他疾病预防措施 仍将在该府严格执行 至泰国12月报告新疫情以来 普吉岛仅发现该三例确诊病例 目前所有患者均已自愈出院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